第194集 这是一次离别 到了第二天下午 乌云良第一个醒过来 直到第三天 孟超然才醒来 你怎么来了 孟超然醒过来的第一句话 居然貌似很不满意的样子 我是路过 楚阳黑黑一笑 顺便上来看看 顺便 孟超然狐疑的看着他 对他这句话分明不信 但终究是再见到徒弟的喜悦 冲没了心中的疑惑 慢慢的门语之间 全是笑容起来 刚才我还在想 你会怎么给我报仇 没想到 这仇倒是已经不用报了 此仇此恨 不共戴天 怎么能说不用报了 楚阳哼了一声 第五轻柔竟敢如此做 我若是不让他付出代价 如何对得起师父十八年的养育之恩呢 没事就好 你的伤不打紧吧 孟超然关切的看着徒弟 我没事 楚阳眯着眼笑道 师父 你也没事 孟超然这才发现不对劲 自己浑身的伤 内外伤势严重之极 按说 就算不当场死去 那也绝对是不死即残之上 为何一醒过来 就能如此的有精神呢 不由得大为诧异 吴云良有些嫉妒的在一旁看着这对师徒 冷哼了一声 你们师徒脸居然还黏黏乎乎的 恶心不啊 你这是纯粹的嫉妒啊 孟超然笑了起来 这可不是一带掌门的风范啊 吴云良哼了一声 扭过头去 师父别猜了 是你为这个 楚阳献宝一般给孟超然递过一个小巧的玉石水壶 里面哗哗的响着 孟超然接过来拔开玉三 一阵清香传出来 顿时就觉得神情气爽 他不由得脱口惊呼 生机泉水 你哪来的这等无价之宝啊 这是我机缘巧合得到的 师父果然见多识广 连这个也认识啊 楚阳嘿嘿一笑 这是徒弟孝敬师父的 那不行 你孤身在外正是最需要这个的 给我这么多 你自己怎么办呢 孟超然一瞪眼睛 你自己收着 师父 我用不着 哎我还有呢 给您的 您就收着吧 楚阳咧了咧嘴 师父 我是那种 自己一点都不预备的人吗 孟超然还在犹豫呢 乌云良却已经伸过手来 眼中闪着羡慕的光彩 小师弟啊 反正你也用不着 不如给我吧 你想的美啊 孟超然嘴角露出一丝得意 将那水壶紧紧的抱在怀里 这可是我徒弟送给我的 你想要啊 找你那些徒弟去啊 乌云良不由得一声长叹 我要是能有一个这样出息的徒弟 本掌门就算立刻死了 也会含笑九泉啊 孟超然心中大唱 虽说不能给你吧 但你需要的时候 还是可以过来喝点 乌云良愁眉苦脸的答应着 心道 我这么拍马屁 还不就是为了这句话吗 老子也是堂堂天外楼的掌门呢 平常能是这种拍马屁的人吗 哎呀呀呀 谭谭嘻嘻嗦嗦的醒了过来 一睁眼就看到了楚阳 他揉了揉眼睛 然后惊喜的叫出声来 楚阳 你咋回来了 你啥时候回来的 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一边盘坐的固独行顿时就皱了皱眉头 无奈又无力的瞪了瞪眼睛 撕下一块衣巾分作两片 将自己的耳朵读了起来 他实在是不堪忍受 以前罗克迪天天呜嗷呜嗷的叫着 兄弟们就认为难听之极了 但是现在跟这位谈谈一比 那罗克迪的声音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 接下来 楚阳你看着 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帅了 谭谭一伸手在怀里头一摸 他突然惨叫起来 嗨 那混蛋娘们把我镜子打碎了 镜子 楚阳瞪大了眼睛 浑身机灵灵的一哆嗦 吴云良紧张的问道 镜子碎了 那吸灵圣鱼没事吧 吸灵圣鱼在我这 孟超然翻了翻白眼 我怎么放心让这小子带着他战斗啊 吴云良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啊 那边的谭谭已经叽叽咕咕的拉着楚阳说起话来 转眼之间 已经从今天的袭击说到三月之前 从天上说到地下 然后又开始讨论自己的长相 滔滔不绝 孟超然脸色不变 窥然不动 对于这种情况 孟超然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将神经磨练的无比大条 吴云良在一边听着 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着 实在是佩服自己的师弟啊 这么多年他对着这个货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孤独行虽然捂住了耳朵 但是声音却不能完全隔绝 听了一会儿 只觉得心烦意乱 这比心魔还厉害啊 旁边有这种声音 直接就没法入定 他长叹一声 眉头乱跳 回过头来 楚阳 赶紧让你的师弟疗伤吧 他自从醒过来就光说话了 楚阳恶然的看着孤独行 突然忍尽不禁的笑了起来 拍了拍谈谈的肩头 兄弟啊 你太有本事了 能让这块木头加冰块这样的 整个九冲天大陆 你可是头一个啊 咱的 谈谈精神大振 将脸凑在孤独行眼前 就像是千古寂寞 今日终于遇到知音一般 他眉飞色舞 喜不自称 这位大哥 你可是也为我的风姿索迷啊 为我的英俊儿倾倒 为我的帅气儿 顾独行惊恐的瞪大眼睛 突然一声呻吟 晕了过去 这几天 众人的伤势恢复的都非常不错 先前两天靠着楚阳的干粮支撑 顾独行于第三天出去打了一头鹿 五个人窝在山洞里头 美美的吃了一顿 对于天外楼现在的情况 乌云良这位掌门是一点都不担心 对此顾独行很是诧异 你们天外楼都被人端了老窝了 你这位掌门人居然老神在在 安如泰山啊 而对此 乌云良却只是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损失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对我的二师弟很有信心啊 顾独行似乎明白了 又好像不明白 直到楚阳解释 这才知道 李静松乃是第五情柔的内奸 不由得摇头苦笑 不过这样的袭击 天外楼的普通弟子也要损失惨重吧 哎 这就是江湖了 乌云良叹了口气 希望这件事能够让弟子们记住 宗门并不是他们的避风港湾 身在宗门 出了事情还是要死的 宗门不在 他们就是一缕游魂 苦难中才能够成就铁骨脊梁 虽然代价沉重 可若是不付出不承受 那就一辈子站不起来啊 乌云良说这句话的时候 深深叹息 顾独行听着若有所思 乌云良这句话 让顾独行想到自己和顾妙玲 这份属于两人生命中的苦难 难道也是一种磨练吗 乌云良在一次调戏之后 曾经拐弯抹角地问起楚阳 可有一中人了 有 楚阳毫不迟疑地回答 嘴角更是不禁露出一丝宠溺的笑意 乌云良老怀大唱 他鲁须微笑 在他看来 楚阳在铁云一直跟自己的女儿合作 倘若是有了一中人 那除了自己的女儿还能有谁啊 想不到这俩小家伙居然已经偷偷地把事给办了 于是乌云良就不再追问 孟超然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据他的了解 楚阳所说的一中人恐怕绝对不是吴倩倩 这一点对自己的徒弟了解到骨子里的孟超然又十分把握 倘若真是吴倩倩 楚阳对乌云良的态度 起码还要热络上几分才对 在这几天聊天的时间里头 最欣慰的是孟超然最快乐的 那当然就是谈谈了 这个家伙一张嘴基本上就没闭上过 到了后来 顾独行也不怎么觉得难听了 而且谈谈一片赤子之心 只要相处的久了 就很难对他生出恶感 又是六天之后 确定了吴云良三人的伤势已经恢复 楚阳和顾独行就要动身了 对于徒弟的选择 孟超然根本就不过问 只是满含关切的说上一句 保住自己 在谈谈泪眼之中 楚阳和顾独行走出山洞一路远去 对于孟超然和谈谈之后的安全问题 众人在商议之后 决定让两人暂时搬出紫竹园 第五轻柔既然行动一次 难保不会行动两次 暂时避开才是长久之计 楚阳的变化好大呀 已经进步到恐怖的地步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 什么都问呢 楚阳二人走了之后 吴云良问孟超然 问又如何 不问又如何 孟超然淡淡说道 那是楚阳的福源 只要我的徒弟得到了 我不会问他是怎么得到的 他笑了笑 转过头看着吴云良 但若是有人想要将我的徒弟得到的抢走 我却会跟他拼命的 吴云良苦笑一声 你准备到哪儿躲躲呀 我想带着谈谈 去中三天 孟超然叹息了一声 眼中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 若是我们一直待在下三天 那么将会成为楚阳最大的掣肘 而且在中三天 拥有西陵圣鱼这种东西 所产生的灵气凝聚 那是下三天根本就没法相比的 对谈谈的提升 也是大有弊一样 你还要去尝试一次 吴云良默然半晌 突然问道 不 孟超然摇摇头 神态萧索 倘若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去 但是带着谈谈 我不会去 什么时候 把谈谈交给楚阳 或者找到他的亲兄父母 吴云良长叹一声 哎 你要是离开 我又少了个得力帮手啊 这种时候 我离开 才是对你最大的帮助 孟超然哼了一声 什么时候出发呀 现在 师兄弟二人四目相对 都是露出一种深切的感情 两久之后 吴云良背过身去 轻轻说道 既然要走 就快走吧 我就不看着你走了 孟超然深深地吐了口气 两久之后 保重 保重 吴云良心中默默地说道 他站立两久 听到身后脚步声远去 消失 但是 却一直没有回头 又过了好久 他才轻轻地笑了笑 自言自语 小师弟啊 师兄 其实希望你去圆梦 这么多年 你守护天外楼 心里有多苦 为兄知道 如今 你终于有了自己的决定 走自己的路 走好吧 他又轻松地笑了笑 眼中发出深切的祝福 只希望 将来要是有那么一天 你还在 我还在 我们兄弟还能对坐 畅饮一番 想必那时 我已经风烛残年了吧 他想回过头 想看看师弟远去 但是 脖颈转了一半 却终于忍住 就那么保持一个怪异的 姿势 如飞一般 离开了这个山洞 就让我一个人 面对天外楼支离破碎的世界吧 第194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已恒 有点免通